大家好,我是Fair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 叫大野狼真的危險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有一天小羊在鎮上面 看到一張故事上面寫著 大野狼危險 還有大野狼的樣子 陣上面每個人都討論這件事 小羊心裡想是真的 來看看剛剛有兩隻兔子經過 這隻大野狼很可怕的 真的討厭了 但是小羊就不相信 因為媽媽總是說 不要相信謠言 謠言可能是假的 小羊心裡想 說不定這隻是一隻好野狼嗎 仔細一看 鎮上面到處都鐵門狀 大野狼危險的故事 鎮上面很危險 出門口要小心點 媽媽會這樣說 應該都是因為這些故事 不知的詞情要自己確實地調查 小羊想起媽媽的話 於是就拿出紅色筆記本 開始調查大野狼了 首先去了警察局 問警察叔叔了 大野狼真的很危險 大野狼? 如果我看到大野狼的話 我們要這樣對付牠 好像這樣 警察叔叔激動地揮舞著 手上的警棍 嚇到小羊走了 跟著小羊又請教親切招待 客人的豬老闆 豬老闆 大野狼真的很危險 大野狼? 大野狼如果敢來 我就把牠塞進去熱騰騰的鍋裡 把牠煮得沒有泡泡出來 豬老闆突然變得 好像妖怪一樣可怕 小羊嚇到掩著眼睛 不敢看進去 媽媽說 是不懂就要問年紀大的長輩 因為長輩才懂得多 於是 小羊又記起 山羊爺爺年紀很大 一定會知道答案 所以牠就問山羊爺爺了 大野狼真是很危險的 大野狼這個家伙 遇到牠 我們要這樣 山羊爺爺把小羊的筆記本 黑激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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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繼續打起精神 開始繼續調查大野狼 小羊爺爺爺的激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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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 不管發生什麼事,都是大野狼的錯 都是知道大野狼道德危險 只知道大家都很討厭他 小羊在被咬得亂七大八糟的筆記本上寫下這句話 就是這個時候 媽媽做好飯在等他回去吃飯 還撐著口頭 當媽媽就是要做飯給寶寶吃 讓寶寶快高長大 我回來了 小羊輕輕打開家裡的大門 竟然站在裡面還有一隻大野狼 而樣子和告示兩面的樣子一模一樣 但是大野狼很親切 寶寶,你回來了? 他還笑著這樣 你又去了腎上? 太陽狼一邊說一邊在小羊背後摸索 然後找到拉鍊之後 一聲拉下來 大家都討厭大野狼 所以你要小心 我知道了,媽媽 原來小羊其實是一隻狼狼 而你看到的小羊其實是一件衣服 今天是寶寶最喜歡吃的燉肉 小羊一邊看著媽媽的臉 故事裡那個應該就是媽媽了 媽媽就溫柔地看著小羊 要吃多點快高長大 對了,只要讓正常的人知道媽媽平時的樣子就可以了 那大家說不定都會喜歡媽媽 也不覺得她危險 於是小羊開始觀察媽媽的日常生活 曬衣服、淋花、大素材、燒、洗澡水 媽媽送給我的筆記本上 寫滿了關於媽媽的事了 明天我們要拿去給鎮上的人看 小羊一軟頭望向窗外 溫馨的月光下 有著媽媽的背影 這麼晚媽媽要去哪裡呢 我一定要寫下 小羊偷偷地跟在媽媽後面 大野狼來了 哇 竟然媽媽是去鎮上捉小動物 小羊看到都嚇到呆了 原來大野狼真的很危險 是真的 小狼這一晚都睡不著 做媽媽就是要煮飯給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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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昨晚受伤的 话说回来了 爸爸好像都整天受伤的 应该都是为了照顾家庭 小楼望着用妈妈生命换来的珍贵汉堡扒心想 我要快点奖大帮忙 就算了,镇上最讨厌妈妈 我真是最喜欢妈妈的 小狼将破破烂烂的笔记本 轻轻地放在秋梯最深处 那今天这本故事就讲完了 你们喜欢听可以like的 记住按这个按钮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条件再见啦 拜拜